大家好 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使命必达 骑藏337 生侠66 蝴蝶55 非猎手21 潮汐105 明朝一条龙1.0全收集 任务生侠骑藏香 宝香非猎手 潮汁一汽升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 来到荆州城 右边的这一个锚点 这里打开我们的任务列表 找到 持命必达 这个实际的任务 这个任务 寄文任务 微信任务 点击追踪目标 然后这里过去对个话 好那对话完 然后这里查看什么邮件 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邮件 好那查看过后我们再 点击追踪目标 这里 这里是跟着任务指引过去 好 直接飞过去 好那我们对个话 好那我们对好玩 然后这边是直接出来到这个锚点 我们往西北方向地路短角 这边过来把这个 对个话 好那这里对好玩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跟着任务指引的地点 跑过去 在路上 这边路上会看到一个潮溪之遗 在这个桥底下 我们跑过来 跑过来把这只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了怪之后拿到潮溪之遗的奖励 拿到之后我们再 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跑过去 这里要打boss 好那被剧情杀之后 我们就 它自动给我们传送到 传送到影一个地方 我们来和NPC对话 好那对好玩的话 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 南方向就下方这边走 这边要去中枢性标 那我们直接接传送吧 好来和这个NPC对话 好的那对好玩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地图 好现在我们来到 坟岩海右边这一个锚点 过来之后 还是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往前走 好这里走过来前方有一个潮溪之遗 好来清一下怪 好到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 潮溪之遗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 来脚这边这个房子 从这里爬到它的二楼 在它二楼这边走进去 走进去这个箱子这里往右拐 这里是一个朴素其商箱 紧急捡起来这个朴素其商箱 然后再出来之后 我们来到房子的另一侧 另一侧这里有一个门 这里我们点击启动 把这个门打开 里面有一块电池 捡起来这块电池 把这块电池丢到我们西方向地图左边 那个宝箱那里 好给它丢过去 好直接丢过去 那丢过去之后 我们再回头往东方向地图边跳上去 跳上来之后我们再回头 在我们的北方向地图算方 这边上面有一个生霞 勾索 上来拿到生霞 拿到生霞之后我们再 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边跳下去 这个任务的地点 好来 那这边我们 这个对话完之后 它直接给我们传送到这个 东路研究站这里 好我们直接走进去 走进去 好这边是一个 对话先对话 好那对话完之后 我们再回头过来 完究这个什么 完成这个发射机关 加一个挑战 druid的发射机关 10克寶神獠牙的瘋人 好,這裡完成之後出現一個金米奇藏蝦 我們來拿到它 拿到這個金米奇藏蝦,然後來再過來 這個在標點圖裡面我就不標了 因為這裡離得比較遠 這裡離得比較遠 這裡我就不標了,但是在寄出裡面還是把它寄上了 好,現在我們再來和NPC對話 好的,那對話完,現在我們要前往這個第二所研究院 第二所研究院的話,我們直接打開地圖 我們先傳送到中書信標 好,然後再往南方向地圖下方這邊走 好,這邊是青怪 好,我們清換怪之後來南方向地圖下方 跟著過來和這個流放者對個話 好,這邊是一個管道的解密 這個解密 我們看到我們的東南方向地圖一角角 這個直的這個管道 右手邊這裡旋轉一下 好,給它連上 好,那連上之後 在西南方向地圖主角角 這一個直角形的管道 撿起來 然後往東方向地圖邊走過來 這邊放到這裡給它連上 連上之後 右手邊這裡有一個直的 你給它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往前走 不要不要連這裡 往前 這邊一直往前走 走過來 右拐 右拐 再右拐 好,給它連到這個位置 旋轉一下 來,連上 連上之後前方這裡一個直角形的 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我們回頭 回頭 回頭 這個我們 像這樣連啊 就不要旋轉啊 直接給它連上 連上之後 連上之後 前方這裡又是一個直角形的 把這個撿起來 撿起來之後 往東方向地圖一邊走過來 欸 掉了 好,撿起來 撿起來 好 這裡走過來 走過來這個 這個我們 旋轉一下 兩下 三下 給它這樣連 好的,那連上之後 這邊出現了寶箱高光 我們跟著高光跑過來 拿到這個精密奇藏箱 有機會拿到了之後 我們再和流放者對話 好的,那對話完之後 然後我們先從這裡走出去啊 走出去 走出來 然後往西方向地圖左邊 你這邊走 不要去做任務啊 這邊走出來之後 在這個河中 在這個水中央 這裡有一個河豚挑戰 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來做一個河豚挑戰 好,這邊河豚挑戰是往上走的 欸 還是空格啊 空格啊 空格往上走 好的 好,挑戰達成 然後拿到這一個叫做 基準奇藏箱 抽了 拿到這個奇藏箱 東方向地圖這邊 這邊走過來 這裡是一個正手箱 我們來清一下怪 好,那我們清了怪之後 拿到這個基準奇藏箱 抽了 拿到這個奇藏箱 打開地圖 我們傳送到我們現在左手邊 這一個矛點 好的,過來之後 在我們正前方啊 這邊超出槍手角色 這裡一個非獵手 偷襲 打掉塔 好,打掉之後 然後在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 左上角這邊往前走 走到前方那個管道上啊 管道上 然後 然後 朝下面看啊 下面這裡切 下面這裡西方向牛左邊 有一個NPC 這裡我們過去和這個NPC 對個畫 叫龍埃 對個畫 好,那對畫完之後 我們再往東方向地圖一邊啊 這邊 瀑布底下 瀑布底下 這邊有一個 白色的光點 這裡我們點擊查看 好,完了之後 我們再回去找NPC對話 好,對畫完它會給我們十個新生 那現在我們再往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右三角 這邊 去做任務 好,這裡我們來先把怪清一下 好,那清了怪之後 然後這邊過來 激活可疑的壓桿台 好,接著跟著這個指引啊 西南方向地圖左下角 勾著勾過來 激活這邊這一個 然後是 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這一個 勾著勾過去 過來激活 好,最後一個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好,激活過後 旁邊這裡有一個 柱子啊 打一下 打到柱子旁邊 這邊是一個 連通電路 好,這裡來連一下這個電路 連通電路之後 這個箱子解鎖 我們快去拿一下這個 精密奇藏箱 五進其用 好的,拿到這個精密奇藏箱 接著啊 接著啊 接著我們現在別 我們現在別跟任務之音 我們現在先往東北方向 地圖右上角這邊往上走 這裡爬上去 好,爬上來之後 往東方向地圖邊 這裡往前 稍微走兩步 好,這邊這裡是一個 砍那個 柱子的 那這個柱子啊 我們先往南方向 就下方 這邊是一波怪 我們先把這波怪清一下 好,那清了怪之後 把這個柱子 砍一下 砍了之後 在我們的西北方向 地圖旁邊 這邊走過來 這個樹旁邊 這裡是第二根柱子 來砍一下 砍了這根柱子 然後我們再把這條 轉到東方向地圖一邊啊 這邊是一個正手的 正手的柱子 我們來砍一下這個怪 好,這裡清完怪 拿到這 砍 打一下這個柱子 打一下之後 再往西北方向地圖旁邊 這邊有一個脆弱的石頭 後來砍碎這個石頭 裡面是最後一個柱子 砍 砍掉這個柱子 然後我們再 回頭南方向地圖下方 過來拿寶箱 好,拿到這個箱子 往西北方向地圖旁邊 這邊走 欸 這裡在一個橋上啊 橋上有一個生霞 過來拿到生霞 過來拿到生霞 好,那我們拿到這個生霞 之後我們再把這條轉到西南方向地圖旁邊 跳雪 下面有一個潮溪之儀 好的,過來我們把怪清掉 好,那我們清了怪之後拿到潮溪之儀的獎勵 好了,拿到這一個獎勵 然後再往南方向就下方 這邊往前走 前方有一個挑戰 回來這邊,點擊開啟啟動 好,然後是把這個箱子啊 把這個箱子全都給它打了 好,打了之後 這邊出現一個基準其上箱 撿起來 撿起來是一個其上箱 西方向地圖左邊 這邊這裡有個炸腰包 好,撿起這個炸腰包 然後往我們左手邊看 南方向就下方 這裡我們把這個金雞炸開 這裡有一個朴素其上箱 拿到它 拿到它,排箱用 拿到它之後我們再跟著任務之儀 西方向牛左邊 跟著任務之儀跑過來 好的,那現在我們再把四角轉到我們的 北方向地圖上放 西北方向地圖轉彎甲 跟著任務之儀走 一跳下來 好,這邊是 插標槍 這裡我們跑過來 西北方向地圖轉彎甲 這裡過來 把這些 把這些 這些什麼東西砍了就就行了 好,然後再跟著這個任務指引 西北方向地圖轉彎甲 就砍這些東西 好的,最後是北方向地圖轉彎甲 這裡注意你的 任務如果完成的話 就接著往下 這邊是一個 順便 順便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來的 潮汐之儀 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們清了怪之後 拿到這一個潮汐之儀的獎勵 好,那我們拿到獎勵之後 往東北方向地圖上角 這邊走過來 好,這裡上來 上來左手邊 這一個 起倉項 這個精密基準起倉項 這個是我們之前 就丟電池那個 丟起來之後 因為任務把我們傳送走了 那現在我們在 先往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我上爬 在這個 這邊這裡頂部 有一個 樸素其他項 酬勞正 撿起來之後 我們再往東方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 這邊 前方那個房子的二樓 這個房子二樓 去到這個二樓 剛才我們拿電池那裡 轉過來 在這個二樓這個房子裡面 撿起來電池給它丟下去 好的 然後我們再跳過去 把這邊電池撿起來 給它塞進去 好,這樣 起倉項解鎖 拿到打 物盡其用 拿到這個起倉項之後 我們再往南方向 南方向就是下方 這邊走過來 在這個房子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生霞 然後這個房子的話 我們站在房頂 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走過來 跳下去 回頭 這邊是它的門 從這裡門走進去 直接走進去 在裡面 角落裡拿到生霞 好的,拿到生霞之後 我們再回頭 回頭從這邊出去 好,出來 把四條轉到我們的 西南方向地圖左在角 這邊走 好,這邊過來有一個 精密奇葬箱 這裡 這個箱主要我們用桿枝 桿枝一下 然後這邊是有三條線 我們先往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在對面那個潮汐之一的地方 從這邊走 其他人 取回 好,過來順手打一下這個潮汐之一 好,那我們清了個怪之後 拿到潮汐之一 然後再趕置一下 這邊再繼續 往西北方向地圖左彎角 這裡爬過來 把這一個 電路連通 好,這邊連通這一個電路 現在我們往我們的 南方向地圖下方 南方向地圖下方 在對面的這個房子 對面那個房子往上走 爬到它的頂部 好,那在前方 爬上來之後 在前方那個房子的 這個頂杖 這裡是一個 就是什麼 生霞 拿到這一個生霞 拿到生霞 南方向地圖下方那邊跳下去 好,這邊是一個四眼蝶的解密 這個四眼蝶 我們先往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下角這邊走過來 這裡來把怪清掉 好,那清了怪之後拿到四眼蝶 然後給它帶回去 好,接下來往東南方向地圖下角這邊走過來 注意我們左手邊這裡有一個炸藥包 撿起來這個炸藥 然後回頭 把這邊這個藤外 這裡的荊棘炸掉 炸掉之後我們再回頭 過來拿這個四眼蝶 拿了之後帶回去 好,接下來是我們剛才炸的這個炸藥 炸藥的地方 北方向地圖上方 這邊過來 給它撿起來 帶回去 好,這裡的話 這個巷子就解鎖了 拿到這一個精密洗上槍 拿了這個箱子之後 再往我們的東北方向 東方向地圖邊這邊 這個房子 房頂這裡爬上去 爬到房頂 直接開趴 好,稍等一下體力 好,在房頂上 好的,房頂上這裡有一個 樸素奇艙像 撿起來是一個奇艙像 然後在這裡 直接跳到我們下方 跳到這個房子的正門口 東的東北方向地圖上角跳下來 跳到房子正門口 好,從這個房進去 接下來這邊我們往右手邊拐 轉上二樓 把這個門打開 從這邊進去 進來之後把左手邊那個門打開 好,接著我們再回頭 這裡就是它的電路 好,來解一下這個電路 好,這邊是第二個 我們先從我們的西北方向地圖上角這邊走出來 好,這裡回到 回到寶箱這裡 這邊我們再 點擊一下感知 好的,然後在這一側 往東南方向地圖上角這邊往前走 其他人 在這裡過來 把這個電路 這邊這個電路給大家連通 好,來把這個電路連通 好,連通之後我們再回去拿 箱子西方向地圖左邊 跑過去 拿到這個精密西北方向 拿到這個精密奇常向 請用 拿到之後我們再回頭 跟著任務之音跑過去 跟著任務之音跑過去 跑回來之後就能發現這一個奇常向 撿起來 酬勞靠大家和NPC對話 好的,那對話完之後我們再 跟著任務之音跑過去 東南方向地圖下角 過來和NPC對話 好,那這裡對話完 然後我們再往北方向 進入上方 這裡是直接給我們傳送過來 直接傳送到 這個門口了 你再往北方向進入上方 過去 它這個什麼爆裂長槍的測試 好,這邊是站在這裡 然後直接控誤 控誤,然後打怪 好,挑戰打成 我們來和這個NPC對話 這邊出現一個精密奇常向 撿起來 然後再和NPC對話 好,那這裡對完話之後 直接上到橋上 我們來把這裡矛點開一下 然後和 好,那現在我們再 去把這個 這個叫什麼來的 BOSS啊 摩托車 來打一下這個BOSS 好,那現在 我們 直接回去 把任務提交了 物流 從這個 這個 模擬訓練場這裡吧 好,那這邊就完成這個死秘密達的任務 那,我們現在 嗯,怎麼說呢 現在這裡還有一些後續寶箱啊 就是任務後續 包括動物研究站的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這裡啊 有一些後續 有幾個這個任務的後續寶箱 那我們 我們放到下一批就做啊 我們這一批已經很長了啊 我們就下一批再見啊 大家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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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